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清除这个OK 那输出也OK 只是输出的话有一个缺点就是说 它上面是丢了公式 在上面 其实当然也无妨 只是说如果你是丢公式的话 有一个缺点就是说 将来如果你的资料量非常大的话 你会发现 你如果丢公式是丢这么多东西 但如果丢结果的话是没有东西 也就是说如果你丢一堆公式 在很多的储存哥里面的话 那个档案会变得比较大 第二个的话跑起来的效率 也会比较差一点 不过取决就是因为你资料量很大的时候 那至于多大 可能之前有同学跑个几万笔的时候 他就用这种方法 一样可以跑出结果 可是他有个缺点就是会跑的稍微慢 慢一些些 不过如果你可能也只是想要 比突发雷刚快的话 我想再怎么样也还是比突发雷刚快 OK 只是说如果我今天希望 不要用丢公式的方式 而是用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我是在VBA处理完之后 再把结果丢到那个储存哥里面 那我程式该如何改写 OK 那难度一定会比这个还困难一些 可是也没太大 其实有这个地方就是你如果能够了解逻辑 然后把你需要的逻辑 你需要的程式对应的东西写出来 那基本上就可以写出你要的结果了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那我们怎么写 首先一样 因为有一些价格都一样 你会发现像我刚刚这个清除 这个SUB是从上面复制下来 只是改什么 把那个公式丢到双引号里面 做两件事情改变 第一个就是什么 双引号变两个 第二个呢 就是把2 就是那个列号 改成I 就大概这两件事 以后大概也都差不多 OK 其实还蛮好记的 那这个方法的话 你们看坊间书期里面 应该没有讲到这一部分 用这种方式写VBA 因为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因为我同学说 老师用什么方式写VBA最简单 后来我想一下 应该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 OK 笔图字句集应该 应该我觉得还要更精简 你说简 可是也不用学太多 第一个你要了解回圈 回圈就是那个列的范围 OK 有填空题 以后如果你实在不记得 你就把它写在笔记 照着打 你如果要打错就好了 OK 这边一个NAS 记得最好是这边要缩排 当然你将来 如果全部都不缩排 可不可以跑 其实也可以跑 只是说 如果你像有些同学 这边我把它全部都 这个是说法 这凸排 像这样 有些同学都喜欢写这样 那么跑 其实也可以跑了 只是说 每次我看到这个 我都觉得 看起来就觉得 城市少还可以知道 但城市一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架构 结构就会很难看懂 而且有时候 如果你有结构的话 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有头就有尾 比如说有sub就有end sub 因为它缺一个就会出错了 然后有for就有NAS 所以有的同学 假设你这个没打 你一直行 它就会出现 有没有 有for却没有NAS 按确定 OK 大家记得错误没关系 按停止 上面有个停止 就重新设定 那你就知道说 在这边要加一个NAS 那你把需要的东西给它 中间就是做输出动作 该有的有 那其实城市大体上就这样 它是一个算是一个稳定的架构 你刚要给它就给它 你不能说你自己用你自己的方式去理解 有些固定的 你就稍微要背一下 那再来的话 如果我要把它改写成那个什么 刮狐自串 不要公式 那我就可以拿这个来做修改好了 复制贴上 那我做一个sub sub名称也许就没有公式 然后呢输出的话呢 一样要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这个 可是这个后面的东西 我就把它删掉 所以我习惯什么 把它按sub键 再加一个endend 把它整个选起来delete 然后变成没有好了 我先放一个没有 如果你没放东西的话 它会出错 OK 其实有点像把它恢复成清楚 或者拿清楚来改可以 那再来就要思考什么了 思考就是说我们刚刚的公式 有没有 这个公式里面第一个我们还是一样 fine 可是我刚刚讲 fine在这个是excel里面用的函数 可是VBA怎么做 寻找 特别主要它是叫做 叫什么instry 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可以打一个VBA 点 就列出来 其中有 VBA点的话 就会帮你把VBA里面 所有的函数都列出来 我们之前有用过 利用一个format 然后这一次我们要用什么 in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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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在instry instry就自串 意思说在自串里面找的意思吧 它取名称取这样 然后你就点两下 如果你要了解它怎么用 按f1 它要跳出说明 细节我想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只是说这个注解 它这个说明是 就是英文转过来 所以其实写的不是很好 但至少你大概看一下了解规则 那它的意思是这样 基本上刮扶一下 它需要什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可是实际上我们 start不用 第几个不用 然后 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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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找刮扶 然后再跟他讲去哪边找 instry 刚好颠倒 用法蛮像的 只是说它的参数的位置颠倒 为什么知道 有的时候其实看一下那个说明 大家就知道了 好 那我要去哪边找 去 这个储存格里面找 所以我就先跟他讲说 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叫sales A欄 OK 你帮我在A欄里面找哦 好 那找到的话呢 逗点 找什么 找前刮扶 前刮扶 OK 后刮扶一下 好 可是问题哦 它会帮你找到 找到的话怎么办 你要有个地方给它放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顺便讲一下 有一个地方暂时存放资料 那个地方呢 我们一般简单叫做变数 变数的话呢 有点像是那个我们剪贴 ctrl c 不是可以放一个东西暂时放到那边 但是ctrl c 即使本你只能放一个东西 可是变数你可以有很多个变数哦 你可以放很多暂时存放 怎么怎么让它存放 记得前面在A等于就可以了 A等于意思说 我把找到的那个位置呢 放在A里面 OK 这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特别重要把找到东西先放A 然后enter一下 那如果找后刮壶的话 那我把这一这一段复制一下 贴到底下 那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把它改成B B的话呢 是把它找什么 找后刮壶 OK 你帮我去那个什么 一样哦 这个储存格里面找找看 有没有后刮壶 但是你会发现A里面没有 前刮壶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呢 它里面就会是0 跟那个5不一样 5找不到是会发生错误讯息 有没有 可是呢 E3呢 找不到呢 就会回传告诉你这0 那如果有找到的话呢 就是告诉你 像A3的话 就是这个位置 所以如果假设 它将来找到那个A3的话 它找完之后会回传多少 A里面就放3 A等于3了 那B的话呢 就放多少 我们这样又讲9 有没有 3跟9 其实一样 再来做什么呢 接下来的话 我要把什么 把那个最后的结果 帮我什么 丢到B栏里面去 怎么怎么丢呢 基本上 我们可以把那个用MID MID MID 有没有 那因为我已经知道那个A跟B的位置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你帮我切什么 一样 那个SalesA缆的东西 有时候偷懒习惯是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改成A就可以了 帮我把那个前面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逗点 帮我 他问你第一个问题 START 哪一个字 有没有 那我们之前不是有个什么 钱瓜胡的位置 就是说A嘛 要下一个字 因为钱瓜胡不要 我要下一个字就什么 加1 还记得吧 有没有 所以你会把这边放1加1 那逗点 index 指的是要几个字 几个字 我们不是把 把后瓜胡的位置 再减掉前瓜的位置 再减掉1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B B的话 就后瓜位置 减掉什么 A 就牵挂的位置 再多一个 因为会从牵挂的位置 所以减掉1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不过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你这边直接执行的话 他会出现错误 为什么错呢 真错一下 他会出现说 因为A等于0 B也等于0 为什么 我刚刚讲过 因为 他会先找哪一个 I等于2 所以他会找赵大鹏 赵大鹏里面 有没有瓜胡 没有啊 所以他会 造成就是说 你将来 要去赵大鹏里面 你会翻0加1 从第一个字开始 那如果0减0减1的话 指的是要几个字 负一个字 怎么可能长度有负的 所以这边就出错了 那也就是说 如果比照前面的公式逻辑 fine 其实我们用什么 in3来取代 这个应该没问题 我们用一个 两个变数去存前刮5跟后刮5 然后用mid 这边也是一样 mid 那另外还有一个 ifl 如果错误的话 那在VBA该怎么做呢 这就在VBA的话 你要学会哦 OK 今天的重点 逻辑判断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什么呢 假如今天呢 if 所以特别说 逻辑怎么写 if 那我要当什么情况下 他才能够进到下一个动作 去帮我把要的资料给切割出来呢 就是当什么 当A A如果等于0 的话 A或B等于0的话 那应该理论上就不能执行这个 否则会错误嘛 所以特别说 如果 所以前提就是哦 当什么情况才能跑下一行 当一种情况 就是A怎么样 不能等于0 不能哦 这边等于是这样写的 VBA里面等于这样写的 不等于怎么写呢 不等于记得哦 先小于再大于 这个叫不等于哦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因为等于很好记的 可是不等于可能对童谣来说 应该是比较少见的 那也不难记 不等于 所以你又看到这个符号的话 记得是 如果A不等于0的话 空一个 然后 才能做下面的事情 那一般习惯 if它的结构一定是 if逻辑放中间 然后呢 后面一定加 就是什么 这个是逻辑 然后后面有个 然后做什么 所以 但是if后面 通常会有个 end的if 就是跟他讲说 我在这边结束掉 然后把这一行怎么样 放到这个中间来 并且按个tip ok 那这个意思 有点像是呢 帮我在这边做个判断 有点像是一个闸门 比如说像现在你们假设去 去一些地方 好像医院 有没有 他现在门口都有那个什么 一个 好像红外线扫描你的身体 有没有 那个什么 发烧 如果你发烧了 然后异常 就挡下来不能进 他就直接先叫你到旁边 再另外再用别的方式测 有没有 不能进 这个有点像是一个闸门 一幅 所以逻辑判断 将来基本上呢 就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程式停止 或者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再把这个箭头 往上拉到你要判断的 你写的那个程式 你就不用停下来了 比如说我想拉到这边来 OK 接下来的话 你可以让他重跑 按这个按钮 或者是教各位另外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 按一下那个所谓的F8 F8就组行了 OK F5是全部跑完 有时候全部跑完太快了 所以我习惯按F8 F8就换下一行 那因为 你游标放在这个上面 你会发现 因为A等于0了 所以呢这个逻辑 它会不会违处 它不违处 所以你选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 它告诉你False False意思是说 你不能进去 如果违处 违处什么 就是A不等于0的状况下 它才会去下面 帮你把那个 你要的那个刮弧字串 抓出来 如果它等于0了 那表示 它里面根本没有刮弧 所以这个 这个逻辑 有点像是闸门 那以后你的程式撰写里面 一定会有很多这种逻辑 为什么 因为你要把需要的资料留下来 不需要的资料剔除的话 那一定要写一个逻辑 那如果你有很多资料 就写一个回圈 所以回圈加逻辑 特别注意 这个将来会非常 一定会反复的看到 所以将来这种写法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范本 OK 大概就这样写 反正外面是一个回圈 因为里面是一个逻辑 逻辑就写这样子 大家可以看懂 程式真的不需要多 你真的要理解 真的懂 OK 然后你也写得出来 你就会用了 不然很多人 就是用背的 这程式 你怎么背 你理解之后你就会用了 而且再来就要熟练 反正你也懂得跟一侧有沟通 他也看懂你到底要讲什么 那他就帮你run OK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OK的话 那按F8 你会发现他跳过了 他就没有跑到这一行里面去 跳过了 跳过意思说他什么事都没做 那就NAS NAS的意思是说 现在I里面的词为2 NAS 他就NASI I现在变成3 NAS的意思是说NASI 就是帮我把2再加1变成3 然后3再往下 意思是说下一列 下一列做什么 下一列就是A3 A3有没有找到 看一下这个 有没有 这个有3 然后这个B的话9 所以因为A 它是不是不等于0 我看一下 True True的意思是 你可以过 因为你没有发烧 你可以通过 所以其实这有点像是很多的闸门 反正你在那个城市里面就是设很多很多的 你要设的条件 就有点像筛选 也就是你把这写完之后 有点像你自己设一个自动化工厂设备 比如像你要挑水果 好跟坏 大跟小 你也可以自己在那边设定条件 然后大的就到大的 小的就到小的 各自就跑各自的 所以有时候栏位有没有 你要丢到资料库之前 你要类似这样的 不然以前你可能要自己手动在那边慢慢挑 所以像工厂一样 最早都人工 在那边挑 柳丁大到小 那现在哪有人用那种人工来挑水果的 第一个容易挑错 第二个太贵了吧 你刚刚哪个机器算了 就像现在做口罩一样 台湾真的太厉害了 哇一下子你看从一百多万片 现在上千千万一千万片了 简直真的是太厉害了 真的很多地方台湾真的是隐藏版的冠军 尤其像这种设备上面 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背后如果程式写出来 你也可以控制机器 所以很多是程式写完 然后把它灌在机器上面 让机器去做你要做的动作 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要写程式 不是只有Excel可以这样用 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用 剩下如果你确要OK的话 你就再把它执行 它应该OK了 那我再把它清除给各位 清除这边清掉了 这边再跑一次 OK了 跟这个有什么差别呢 你油标放上去 空的 也就是说它不会 没有东西 那如果你输入公式 它就占一堆东西 在你储存之后 它会存很多东西 存公式 会占用你的硬碟的空间 这个时候的这个就只有最后的结果 那最后当然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按钮再复制 再贴到底下好了 然后我就把这个按右键再重新指定一下 把它叫做刮斧置算 就是不用公式 OK然后把这边呢 你其实把这个delete掉就好 好 那就清除 OK 这个是公式 这个的话呢 是结果 它就是里面就放结果了 OK 大概是这样子 如果你怕写错了 其实云端上也有 你可以到云端白板上面 一无一 其实我刚刚写的程式 就是这一段 那差别在哪里 就是我这个是有注解的 有没有 当然如果你把它删掉 就是我刚刚写的一模一样的程式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当然我还是建议就是你将来写完程式 自己加个注解 会是好习惯 所以有的时候你在撰写VBA 可能有的时候要把那个好习惯要养成 那将来你就顺着固定的SOP这样写下来 基本上就比较不容易写错程式 那也比较不会有挫折感 相对的你会得到的是 在工作上 获得到一些 我觉得算是一种成就感吧 或者是一种 怎么讲 喜悦的感觉 OK 我觉得 有些事情 透过你 比如说 本来别人可能要做很久 那他透过你把它弄出来了 那感觉其实还蛮开心的 对 如果别人来做 慢慢来 但你把程式写完之后 其实事情真的就彻底的解决了 而且下一次遇到 你就按个按钮就好了 OK 那这样很多事情当然就一劳永历了 相对的你的效率 也会比别人高很多 OK 那再来当然 我是觉得你也可以多出一些时间 就是你比如说你也可以不用那么赶 赶着一定要每天就是很在那些上面 花费太多的工时 OK 那请各位把这部分试试看